各位同学、老师和家长,大家好,我叫凡琪。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 我很难相信在中文学校已经度过了十个春秋, 好像只是昨天我才上一年级的第一堂课。 一年一年的过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毕业了。 从小到大,每一年我们都觉得学中文比去年更难,作业更多。 那些A本和B本把我们做得头痛得不得了, 因为平常没有时间,经常把作业留到星期五来做。 我记得每个星期五放学后做中文作业要到晚上九点才做完, 有时还要复习中文单元考试和清闲, 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玩。 可是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中文学校,我们还是都来了。 一个是因为爸爸妈妈逼我们,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也想学, 可是没有人能承认这个秘密。 但是一回头看,这么多年刻苦努力地坚持下来, 我们付出了很多,也有很大的收获。 如果没有上中文学校, 我们的中文水平不会像今天这么好, 讲得那么流利,也不能在英文学校里吹牛了。 去年夏天我到中国去旅游, 走到哪儿都能跟当地人讲中文, 也听得非常清楚, 说什么我都明白。 在北京我们玩的地方我全认识, 因为中文课本里就介绍过这些地方, 你们还记得当时学过万里长城, 和亲爱门广场吗? 或者故宫颐和园, 有一句经典你们也许听过, 想要彩虹必须先经过一场风雨, 太阳就在后面。 我最喜欢中文学校的演讲比赛, 每年我都会准备一个精彩的故事 在班级学校和州里比赛吃奖。 中文演讲比赛使我提高 发音的准确度, 同时也许练我在台上 发表演讲的能力。 这些年, 我获得了很多第一和第二名的奖杯, 我把它们都放在我的屋里, 用来展示我说中文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 这些奖杯给我带来自信心, 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最后, 我衷心地感谢 曾经教过我的所有老师, 特别是张老师给了我这次机会 能在前面跟大家讲一讲 我这些年在中文学校的经历。 我也要感谢爸爸妈妈 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十年了, 他们辅导我做作业, 帮我复习考试, 送我上中文学校, 相信我, 鼓励我。 在中文学校, 我有好多朋友, 真心的老师和一生的中文知识, 我都永远不会忘记的。 今天我们毕业了, 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往前再走一步。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讲的, 让我都马上就要流眼泪了。 虽然我的孩子还没有毕业, 但真的是看着孩子们的努力, 到今天就是靠孩子们自己。 当然没有家长的帮助, 没有老师支持, 他们也就是达不到这一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准备发毕业证。 我先跟孩子们讲一下, 你们在这边line up, 然后呢, 我们的副教长和校长这边发, 然后你们家长可以, 有一张photo up的机会。 我叫名字, 你们就过来, 从我这里拿毕业证。 好吧, 所以呢, 请这边的孩子们到这边, 坐到这边来, 然后 line up。 我叫名字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顺势在哪里, 所以呢, 叫名字你们就过来, 从我这里拿毕业证。 好, 谢谢你们。 到那边, 坐到那边。